哎呀 那喜欢旅游吗 以前疫情前喜欢旅游 对 疫情前就是小姐妹 她们会经常去周边啊 长三角这边的地方 因为疫情局限了嘛 只能养生了呀 没办法 对的 她们这个圈子估计 但我觉得她们这个年纪 如果这样子也挺好的 至少有追求 是的 就是有点事做一做 那你平时有什么兴趣啊好吗 看书算吗 算了算 走路看书 就是慢的运动 因为我不太喜欢很剧烈的运动 因为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所以你不是很爱运动就是 我很爱运动 但是我是慢的 我可以走路走很久 那你平时就是突破 然后看书之类的 也没有这样子 就是其实还是会 你可以想象有一种运动叫 静坐嘛 冥想 是吧 是冥想吗 对 我觉得静容应该很适合冥想 对 因为你们用脑袋会比较多 需要这样一个时间空间 去静下来去想一些东西去 对的 你之前也做出一个你应该知道的 对吧 我做的很少 就实习过 但是没有 就是我去研究生就转专业了 嗯 我转到艺术馆里去 跨度比较大 这么大 嗯 因为 那你现在做的和艺术有关吗 有关有关有关 做知识产权的 哎 那你会喜欢看一些就是动漫什么吗 动漫 二次元那你喜欢原来 但是二次元很酷的你知道吗 看过《鬼灭之刃》吗 没有哎 国王排名 也没有 好吧 就是因为 我其实蛮想知道 零零啊 一零后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他们给我推荐了 他说你去看 我说不要吧 看嘛 你是不是现在那个工作接触的一些一些 很年轻 都是很年轻的对吧 是是是 都是9899后那些 更年轻 甚至005年 10后 我其实我蛮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他们带给我很新鲜的东西 你不肯听到哥妈妈在家里 就是养生之后你就跟他一样 是是是 我觉得应该是用他的这种态度去过更 更新的生活 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感觉你整个这个生活状态是蛮好的 那可健康了 会扒断井的呢 你别说你现在出去会两招太急 你在朋友中是很吃得香的 比如说他们下午很累了嘛 看完电影就说运动一下 对 你不可能去跑步吧 对 乱做也不行 原地来做两招 神清气爽的 又不要情 其实我觉得跟效果跟那个瑜伽 还有普拉提啊这种 我觉得是一样的 差差不多 所有都是一样的 在于坚持 对 出雷旁通了 对 你有没有坚持很久的事情 坚持很久啊 很小时都可以 有一段时间 每天晚上坚持11点睡觉 那挺好的 对 那坚持的也不是很久 那三个月 但是我感觉真的也是蛮久的 那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好像身体 因为自己身体一直生病嘛 你觉得跟晚上有关系 对对对我觉得能够调整就调整 然后睡觉先调整起来 然后饮食啊各方面啊 都都调整过来 但的确我觉得还是有点帮助 也不知道是心理座还是真的有帮助 但反正觉得 还可以了 后来为什么没有 因为身体好了 对啊 好了伤疤就忘了痛了 那你一般会几点睡觉呢 现在 现在12点半到1点的样子 那也还好了 你知道今天00后都10点半睡觉吗 他们很关注这些的 我跟他们学的 真的假的 10点半好像稍微有点早了一点 我妈妈说9点半要睡的 那太夸张了 为什么 11点差不多 因为11点正好是那个 就是什么干净啊 在运行的时候嘛 好的好的 所以你问你妈妈 你妈妈肯定知道 好的好的好的 是的 你那个那最近 最近这段时间的话 比如说 有没有把重心 就是有没有什么小目标之类的 有有有有有 小目标嘛 嗯 先培养早起习惯吧 你现在平时几点起来 可能7 8点钟吧 那已经蛮早啊 还可以啊 你自己在家里办公的话 7 8点钟不是已经挺早的 但是你知道我妈那种养生 养生的那种理论就是 可能她希望你可以培养更好的一种习惯 6点 更早 更早 5点半左右吧 因为她说冬天比较容易坚持 因为你冬天能做到 你春天肯定做到 春天做到 夏天肯定做到 一年就做到了 我说好吧 很多小事就是越是小的事情越是难做 是的 而且做的酒更难 但是做的酒一定会有收获 对的 有一种方法叫不要而喻 就是你不需要要就能治愈的 是最简单的 但是就是我们做不到的小事 那你现在就是说对于自己情感方面的话 有什么想法吗 有什么破气的想法 或者说觉得 一定要什么规划说两三年要怎么样 怎么样 我倒是不会规划一个结果 但是我会觉得我会调整一个心态 因为过去可能会觉得自己就 可能完全忽略这些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爸妈妈对你的这些 关照啦 你会充耳不闻 或者这个耳朵听的耳朵出 就不当会是 逆反 但是我越来越可以理解他们现在 因为我突然发现 如果你可以就是有自己的这些事业啦 但是同时也有那个部分 那不是更好吗 对的 你突然发现有景上添花这件事情 就是所以就我觉得会比较开放的心态吧 对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想的 以前可能爸爸讲你会有逆反 或者就觉得 习惯性的叛逆 对你也是这么说 我也是觉得 对对对 但其实回头想想 就像你讲的 还是可以就是一个开放的心态 能够接受 有一个不是更好吗 对吧 各自精彩 顶峰相见 就是因为 而且我发现其实 有一些人在加在一起 他是可以加出一加一大约二的一种效果 对对对 就是 那确实是一个人做不到的 对对对 我发现 因为我平时会很多跟团体协作嘛 对对对 不管是我自己或曾爱读书 或什么 都很多人在一起 对对对对 判可是不一样的 他给当你的力量 他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 你在一群人中也更容易看见自己是谁 你也可以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 因为你一个人就很一面嘛 嗯 那很多面都给你反馈 对 就挺好的 就很开放的心态 就是有最好 但是没有的话也不排斥 当然也不强求 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就就很容易落入一种极端就是 对对对 但是你可能 但是也不是说你说心态好啥也不干 那也肯定也不是 还是可能要积极的 对对 所以积极的 是是是 可能之前 比较比较消极就说哎呀我不会特地去找 OK有了吗 就像 对对对 等着等着过来 就有点像是就坐在那你就会觉得世界就要走向你 对对对 其实并不是啊 你得跟着一块走啊 那你想的你想找的一个一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比较 觉得说最好是我们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就一个笨头大家有一个方向 对对对对对 笨头你特别是解释的 解释的很好 因为我觉得 可能到现在为止你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情感观 嗯 你会觉得 情感这东西它也是可能 它是会变化的 不是说不是说感情没有啊 它一定会有些阶段会变 但是只有一个你们两个共同的很很很很牢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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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目标 才能把你们就一直就是你们都一起来那走 把你两个人利盆盟在一起对吧 不然太容易散了 对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在想 我都觉得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怎么能控制别人 保证别人这样子呢 对啊 就是越来越会觉得 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你这个真的给我启示 就是我就觉得就像合作伙伴 像事业上合作伙伴 就是那个使命愿景 对 这个是需要利益捆绑 但是你两个 比如说两个人 其实更高是你们两个新捆绑 对对对 你可以向你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去走 那这样你可能走得更远一点 不然的话随随地 可能在那个中途 你可能就想撤了 可以推你一本书吗 我推你一本书 好 你说 叫做那个念完哈佛念阿弥陀佛 听着有点佛系 但他不是 念完哈佛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 就是因为 这个书面还蛮有趣 作者也是做金融的 他给他我很大的启发 作者是我很崇敬的一个老师 他们夫妻两个是很酷的一对 一对夫妻 回去一定会快 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实中很多家庭的一些问题 它就是这个东西缺失 我个人观察下来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然后性就不太行 没有共同的目标 如果有个孩子还算共同目标 对对对 但如果没有那蛮难的 更难为失了 对 所以我也是 我觉得发现很多 如果像你讲的有孩子的 可能还好一点 就算没有共同目标 大家维护孩子这个利益 但是一方想维护 一方不想那也不行 对 要很多条件同时满足 是的真的其实蛮难的 你要两个人同屏共争一起往前走 所以他不是一件 真的是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出现是一个礼物 我会这么定义他 他是一个礼物 我觉得每个人总会有一个人会在等他 我一直这样相信他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那还是要去相信这些事情 就很多人他会不相信 我觉得那个痛苦是他自己 你不相信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每天都是蛮煎熬的 你没有盼头了 对 说反正你觉得活着就是这样子 最怕的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还是觉得希望能有一个礼物的出现 不是说一定要出现 但是希望能够出现 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最好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年 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些准备 因为就是你知道在射箭那个公道里面 就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旋妮一直在练习那个拉弓 并不是要射准那个目标 或者不只是为了眼前射准那个目标 而是等待你被上天选中的那一刻 成为那个被选中的人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 好酷 就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电流经过一样 所以我觉得不断成长好 自己应该是在做这样一个准备 但你一定会一直去相信的 那所以说可以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我一直在准备 一直在准备 一直在准备着 时刻准备着 对 就希望有一个出现 因为你无法预测到什么时候 对对但是你要自己要准备好就是 对 那你希望有没有说 就算你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崩头的话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话 具体东西 对对有没有具体的话 就是说 或者经济基础 或者说一个 或者怎样的一个价值观 讲大一点 我觉得大一点 小一点也可以 其实我蛮希望能做一个年轻的社群的 就是可以让大家谈论一些就是 心灵之类成长的东西 其实说的大一点就是可能真的是觉得说 自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使命感这种东西 所以我感觉你还是从那个精神层面 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对吧 对但是同时你可能要有一些很具体的事情 对 因为不然如果你觉得精神就会比较空洞 对对对 肯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像你说的你要举办一些沙龙 举办一些那个社群的一个读书活动 对对对对对 那起码得有个地方吧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至少我觉得两个人 很多点它是一致的 事情我觉得不一定要一样 因为如果完全一样 那也挺可怕的 我觉得就是合而不同 但是你又有一个它的方向是一样的 并且我觉得是可以在就是生活这个层面以上做一些灵魂的交流 因为如果两个人没话讲了我觉得一定是会很没 对对对 嗯 没话讲了那就 可以有天可以聊 嗯 或许是这样子 还是一直要有的激进这种火花的碰撞 对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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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到一地鸡毛里去 你肯定就会丧失一些火花 所以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在精神层面或者说你在你自己的领域方面要求还蛮高的 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 其实你在那个社群上面也会接触到相同就是 你们那个就是一个圈层里面的 对吧 你肯定会碰到一些一些比较合适的或怎么样的 但是可能 那我没往外面想 对啊你可能就想的就是在那个把社群做好或怎么样的 呃 是不是就是没有特地往那方面想 因为女生偏多 女生偏多啊是 多知性一点 你们是女性社群多一些 哦 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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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是这个的确是 女生的 女孩子那个在这个擅长一点 男人都去赚钱了呀 对擅长一点 真的 也是现实就这样子 是的 但我觉得你是一个蛮开朗 应该应该就是蛮蛮蛮 也不会吧可能也有些自闭倾向的 所以说有两面心还是两面心 内心还是可能是有些些那个冷漠的落寞的这种感觉 没发现了是的 那你就是过去的感情经历就是带给你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吗 谈朋友的话谈恋爱的话肯定会对自己 我觉得是有成长 嗯 而且我跟朋友分手的话好像也没有说什么不开心 大家还是朋友 那为什么要分手呢 其实说白了其实就互相 就真的没有感觉了吗 你之前没就是都是这样的原因 你感觉说的是好多次 但没有好多次 看完相关系就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就是三次嘛 就是都比较和平 但是有一个因为时间比较久了 然后都已经结婚了什么 那就不再怎么联系了 还有两个 谁结婚了 以前的朋友啊 以前女朋友啊 他结婚了 就结婚了嘛 你也会关注到这个点 对 就是结婚之前大家还会向朋友一向聊聊天回来 就他结婚之后你觉得就不联系 会比较好 就渐渐的淡淡的自然而然不联系的 倒也不是说刻意的不联系啊 当然过年过节大家问个好或什么样 有时候问个好什么很重要 那你性格真的蛮好的 反正大家就是曾经在一起过也算一种缘分 虽然没有结果 那也没有办法嘛 嗯 不是说每一次在一起都是有一定很好的结果的 但是过程中 大家都努力过 有一些不可不可控的因素 是没有办法你去去去那个去掌控的 就比如说你两个人 谈婚人家阶段 你一定要到爸爸妈妈那边去 对吧 肯定会了解两个人家庭 嗯 那两个家庭就涉及到两个大家族 你扩散看来可能就是会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谈朋友谈得蛮好 然后涉及到就是结婚的 对那一步 然后家庭层面就中断了 那最后还是败给现实 就是真的没有做下去 这也没有办法 因为并结婚不是光两个人的事情 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大多数还是蛮开明的 但是你涉及到结婚 他们肯定会从很多实际层面 或者说从更多为你一口 他们的角度不一样 对角度不一样 你会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问题 对吧 跟你新的认识 那你去发现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爸妈妈的意见 也会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不像以前对吧 现在爸妈妈的感受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对吧 就毕竟结婚上这个事情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还是蛮重要的 还冷啊 还冷啊现在 不能不能不能 现在反而不太冷了 如果比如说像有一个就是你喜欢的男孩子 或者说他也喜欢你 你会不会做一些比较 也不是说疯狂吧 就比较你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 比如说 就两个人出去旅游或者说 以前你在学校里 你会很主动地跟一个男孩子表白吧 应该都是别人跟我表白的吧 对啊就是说就是都是很被动型的 对吧 啊算吧 算吧算吧 那现在呢 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一个自己还蛮 我会想方设法让他跟我表白 就是你爸妈妈会对你目前的这种情感状态 会有一些看法吗 会有一些压力吗 对你 压力没有压力没有 那么开明吗 我爸爸妈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妈妈 他们从来也不会说一定要给你说说什么 安排什么什么什么 去说说要去详情啊 或者怎么样的也没有 他们也不会去说督促你 或者是催促你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呢他们很聪明 他们会有时候会跟我说一下 变着法子 对 他说哎我同事今天他 他那个女儿 懂了他用别的方式 对的 他女儿他说哎 他说生了个娃 对吧 二胎了 对的一个二胎了 哎呦他儿子好可爱好可爱什么东西 一样的 可能女孩子我觉得比男孩子更 那个一点 对更稍微急一点吧 这个也比较现实我觉得 也可以理解 对也可以理解 这也可以理解 特别作为爸爸来讲 对吧 是是是 其实爸爸心里很矛盾的 是不是 他每次去别人婚礼上 看人家嫁女儿们又哭 对又不舍得 他回来没要说你 对很矛盾的 我觉得这到底是在干嘛 但就是现在其实要理解他 对就是试着嘛 试着去理解 对吧 可能长大的一个代表也是感同身受吧 所以我觉得你的价值观 真的还蛮好的 那也塑造了很多年了 也是也是经历过来不断的磨合 不断的调整这个 嗯 过来打造 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人 其实他们比较多会 就是说抱怨原生家庭 这种 因为我发现 对我来说就还好 因为爸妈就还 还好的 那这个是没得选择的东西 这与其抱怨 还不如自己努力一点 嗯 嗯 就是有两种态度吧 一种是永远觉得当下没有给你最好的 对对对 第二种是你永远可以在当下做出一些 最 最好的选择吧 那你会不会平时去做一些什么公益之类的 经常 比如说呢 嗯 我以前做过公益的全职工作的 是吧 嗯 是哪一块公益还是 心灵公益 就是 心灵 可能比较注重大家心智上的一些 一些教育 哦 做了一两年吧 嗯 因为我会觉得公益这个工作 很能够净化人 是 它可以净化你那个本人 所以 我为什么要问你公益 就是我觉得 喜欢做公益的至少 心不坏 心不坏 对对 这个是我觉得 还蛮 还蛮基本的东西 就是外公一直 从小就是对我们的教育 就是你 最底是做一个善良的人 那 那就是说 会不会在做公益的时候 比较 会碰到一些 事情 差不多不不不不 差不多的人 就是觉得 就是比如说男生啊 碰到一些一些 可以聊聊 然后发展 发展一下的 倒是没遇到欸 因为做公益也是女生偏多 也是女生偏多吗 真的 真的啊 哎 我之前去做志愿者 还是男生还蛮多的 那我们做的公益 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 那我们那种心灵类的女生 也是也是 我那时候做志愿者 做那个这个残望会的嘛 体力活 可能是对对 男生多一个 那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现在 特别渴望这种 就是爱情的到来 有没有这种想法 特别渴望 还好吧 也还好 因为怎么说呢 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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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呢 你怎么渴望呢 就是 就当他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你你太渴望 就也代表一种失望啊 是的 是的 只能说一直做好准备吧 那有没有那个 就是说 有一个理想性的人 人 就理想性的 就不像你 希望一个这样的礼物到来 就是理想性是怎么样 嗯 一个就是刚刚说那个点 就是可能 会有一些共同的梦想吧 嗯 这样的点 因为这可以我觉得 会更长久的支撑这种关系 对 第二个 我觉得对方应该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 爱自己 就是 比方说会照顾好身体啦 照顾好身边的人 嗯 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 就只有照顾好自己的人 你你才可以说 嗯 别人这样子 不然你就空他嘛 就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是有一点子啊 有点子 是吧 对 这个倒是哦 这个是蛮实际的 对对对 还有就是可能他 有一些 我做不到的东西 会让我很想 对对对对 那你哪些方面 你觉得是自己还不够的 需要需要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 静态的人 静态 就是 静态是指 不管是喜欢的兴趣爱好还是运动 都是比较好像要 固定的 对对对对 一层不变的人 我爸说我是乌龟型的人 但是我觉得 就喜欢了这个就不会变了吗 还是说 不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对方最好可以 不要那么安静 就不要天天跟我一样 就是喜欢 只是喜欢坐在那里 嗯 最好不要那么的 乌龟型就是 不然 动一动的 对不然不是很无聊嘛 哦 那是还蛮明确的 还明确吗 对啊 你自己是比较安静的嘛 你喜欢说有一点 活泼了一点 然后是希望能够 阳光一点 对对对对对 有一些些帮助 是是是是 要说是互相的帮助吧 对最好我也有一些点 对方是觉得可以 嗯 不是说帮助吧 但是是可以有 就是一加一大约二二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对现在还挺挺满满足 挺知足的现在的状态 哦 其实其实现在状态 我觉得也是也蛮OK的 也蛮OK的 就有一点我跟你讲 想法是蛮巨同的 就是说 我也是准备着 但是不会说一定是 苛求它一定存在 嗯 就像你刚刚讲那个礼物 就是这样子 对你首先你要把它自己做好 这也就是我这么多年明白的 最厉害的一个道理 对你是怎么样的人 就是自己变成那个礼物 对你才能吸引怎么样的人 那你自己如果 还不是很OK 那你能吸引的一个对象 那肯定也不是很OK 对 这是比较现实的嘛 对吧 那现在对你来讲 怎么样会更满足呢 如果有一份比较好的爱情的话 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 就是为世界的生活起码是天分的 对 如果其他的都还比较好的 是的 是的 你定义的自足是怎么样的 你怎么定义这种自足的概念 我定义可能是 就你有和没有 你都有一种很平衡的状态 那像如果现在没有的话 你会不会感觉比较自足的 我比较自足 也自足的是不是 有也是天分相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就算是九十分好了 有的话就是九十八分 有的话就是一分 一分啊 那好像这天分天的不是很多吗 对 满分九十二嘛 哦满分九十二嘛 哦满分九十二 这样子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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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几年确实比较容易对现状比较 嗯也怎么说呢 嗯 可能这种自足也是我目前自己的一种一种一种 心理战术 因为不得不自足 对 就现实摆在那边 对对对对对对